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 《癌症新观点》医学教育频道 今天我们来继续中西民意对话 谈抗癌保健师同学 今天来谈的是竹山泥的部分 竹山泥的位置就在西果窝的下方三寸 这个部分等于我们的讲者会给更多的一些介绍 为什么叫山 其实这个山不只是所谓的三寸的这个山 它有部分是说因为它可以治理 治理这个所谓的竹山泥的礼 就是古时候的礼 就是这个管理总经理的礼 它可以治理腹部上中下三部 这个所谓的一些腹部的一些疾病和得民 所以竹山泥又在所谓的竹阳明卫经 所以它对一些所谓的脾胃肠胃的部分有很多的帮忙 而中央医的脾胃跟我们西医的脾胃是不太一样 我们中央医的脾胃其实泛指的是消化这个系统的部分 所以对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 其实竹山泥是一个消化系统的大穴 那中央医也认为说脾胃为后天之本 有后天之本才会有先天之本 要想生病少 脾胃要养好 所以对保健来讲 养生保健来讲 竹山泥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穴道 养好脾胃就不会生病 要强壮身体一定要顾好竹山泥 这是我们中医对竹山泥的一个评鉴 所以竹山泥只能够顾得好 基本上你就会有通调百病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今天中西医民医的对话 继续延请汤玉典医师 汤玉典医师本身过去是台中龙总传统医学科的 前任主持医师 现任前庭中医师的执行厂 本身拥有中西的双指导 今天来让请康医师来帮我们谈谈 竹山泥这个中医当中 筋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最佳的候选者 所以我们今天把时间交给汤玉典医师来谈 抗癌保健四种穴竹山泥 汤玉典医师请 好那这个竹山泥穴就是杜富山泥流 那杜富山泥流的竹山泥穴呢 是一个胃经的一个大穴 那这个胃经呢 其实是一个我们身体多气多血的一条经络 所以我们很常需要在 希望这个胃的功能强壮 因为胃是后天之本 好所以呢竹山泥是我们非常常用的穴道 那我们先介绍它的取穴呢 就是在我们的堵鼻 就是我们先找到外侧的这个 膝盖外侧的这个凹陷之后呢 往下刚刚说到三寸呢 就是四个痕子 好找到外侧的这个凹陷 这个叫堵鼻这个地方呢 往下四个痕子 好再到的地方呢 这就是竹山泥 然后这个是重坐标嘛 好那横坐标呢 你要找到那个颈骨的边缘 然后往那一寸 一寸就是拿出大拇指的 好一个一个横的 好这张是一寸 那这样的两个座标定起来的 这就是竹山泥 好那这竹山泥呢 其实它这个穴位是稍微比较深一点 针灸的话我们入针会比较深一点 那如果用按摩的话呢 就要刺激深一点 那其实可以用这个 刚刚说的排沙棒去敲它 好那竹山泥呢 就是这个是强壮药穴 那是胃经的 好那我们刚刚说肚腹三里流 所以肚子腹部这边的问题呢 就是用竹山泥穴 好 我们先来介绍竹山泥的取穴 那竹山泥是竹阳明胃经 它是在脚的三条阳经里面 它是走前路的 所以胃经 阳明经是走前路 然后呢中路的话是竹山阳胆经 是中路 那后侧这边呢 这是膀胱经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它走的是这个前路 所以一定不能离开这里太远 一定是在这个前路的位置 那找这个穴位的时候 我们要先找到这个堵笔 那当然我们要这个坐姿的时候 这堵笔才比较好找 那这个堵笔就是这穴骨边的凹线 那找到这个凹线 这个堵笔之后呢 往下四个横指 也就是三寸的地方 四横指 那这三寸的地方 我们就找到一个横 横坐标出来了 这个是堵笔下三寸 就得到这个横坐标 那它的 在这横坐标上的哪一个点呢 我们就要找到这个颈骨 颈骨呢 这是这一根骨头 这是颈骨 那找到这个颈骨的最边缘的地方 找到之后呢 一个横指就是一寸的地方 跟刚刚这一条线呢 这样够过来一横指 就是这个点 所以就是堵笔下三寸 然后颈骨边缘一寸的地方 交汇的这个点呢 这个就是竹山里 竹山里 那这竹山里呢 它的穴位其实是比较深一点 所以我们按压的时候呢 如果你用一指缠大拇指的话 按压深一点 或是呢 也可以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橡皮擦 然后去压进去呢 然后去揉按它 这个就是刺激这竹山里的方法 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 陈俊医师 康育典医师的中西医联手抗癌讲座 今天来跟各位报告的主题是 癌症病友们 让我们两个中西医师来告诉你 应该知道的十个保健穴 我们今天采取的这个十个保健穴就是 就是我们古时候的一些医师常用的十种穴 但是因为十种穴当中有一个穴道叫阿氏穴 阿氏穴的话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压痛点 其实叫做压痛点 其实它是痛的地方的穴 那其实不太需要教学 我们把一个在癌症病人比较常用的穴位 但是它在耳朵的穴位 通常对一些所谓的 它是一个在癌症病人相当需要常用的一个穴位 叫阿神门穴 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内容呢 大概就是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的穴位的一些位置 以及穴位为什么叫做这个特别的名字 另外就是这个穴的解剖的位置 以及它的一些中医保健上面的一些功能的部分 但是我这个部分会跟各位介绍 是在目前癌症的实证医学 巡症医学 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有发表过相关的科学研究 对这个我们今天介绍这十个穴道当中 对于癌症的部分有哪些帮忙的部分 好 那我们第一个的穴道叫竹山梨穴 竹山梨的三里 竹就是指着这个穴道在脚上 里就是骨收的里 跟我们现在讲的治理的里 公里的里跟治理的里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穴道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在脚步很重要的一个穴道 负责管理处理腹部上中下三步 就是上腹部的一个整体腹部的一个穴道 由于这个穴道是在足阳明慧基础 它是管肠胃系统以及腹部系统的一些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管的穴道 这个穴道其实在癌症当中有非常多的用途 第一个它在癌症治疗期间 如果搭配了竹山梨 这个穴道很特殊 如果搭配了三阴胶 皮筋的三阴胶 大肠筋的河骨 以及葛书 大书 这些属于所谓的都脉的一些重要穴道 而且跟所谓的血液的一些制造有关的穴道 其实很多的文献告诉我们说 它对于癌症治疗期间 它具有身高提升造血干细胞的因子 什么意思呢 表示说它对于癌症治疗的病人 做化学治疗期间 你常常按压这些穴道 对你的白血球 红血球的一些提升是有帮助的 可以减轻癌症患者 在癌症治疗期间的骨髓抑制 尤其我们现在西医在治乎理 这个癌症治疗期间的骨髓抑制 常常用的方法就是白血球生成素 白血球生成素 但是白血球生成素 基本上是经过皮下注射 无论是一天一次 或者是一周一次的剂型 都是一种比较侵入性的治疗方法 而且白血球生成素 常常会有一些骨头痠痛 发热等等的一些副作用 然而按压这些穴道 其实是用自己的穴道的按压 提升自己的造血系统的能力 属于一种非侵入性的保健的方式 其实还蛮推荐 癌症病人在化学治疗期间 可以经常按压这个竹山里的穴道 对你的造血系统有所帮忙 为什么会有造血功能的提升呢 根据2017年的这一篇研究发现说 竹山里穴其实是通过一些增强 免疫细胞的一些因子 以及脾胀细胞的一些 以及对脾胀造血系统的一些调控 包括一些干扰因子 白血球 深层戒白素 ILR17这些跟血液造血功能有关系的一些细胞因素 来调控我们的造血机能的提升 另外在有一些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特别是比较早期被发现 很可能我们会做内视镜的肺部肿瘤切除手术 最后已经在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当中发现 如果搭配手术期间 如果搭配竹山里穴 河骨穴 肺疏穴的处理 会让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在接受内视镜切除肺癌的手术期间的 免疫功能的提升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 其实肺癌病人在治疗期间 搭配这三个穴道 其实也有提升免疫的效果 另外在大肠肢肠癌的病人 有些人是选择的比较进阶的 一个所谓的腹腔镜的手术方式 由于腹腔镜的手术 有时候因为腹腔镜会打入一些气体 让腹腔变成空间比较大 让手术医生不会因为腹腔镜手术 相对他的视野空间比较小 然后可以让增加更多手术的视看的风格 但是无形之中会增加一些 恶心呕吐的机会 如果在大肠肢肠癌患者 有人研究说 在我们这个所谓的 英国的一个内科医学杂志 发现他说 在这腹腔镜手术期间 手术之后呢 你给他用竹山梨 内关 支沟这个三个穴 可以减少 这些腹腔镜手术后的 手产生的副作用 恶心呕吐的副作用 另外 在大肠肢肠癌的病人手术之后 有时候会产生术后的一些 肠阻塞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搭配这几个穴道 包括竹山梨 上聚须 颌骨 三阴胶 内关 以及搭配耳朵的胃穴 大肠穴 跟小肠穴 在这一篇研究的期刊发现 他可以改善 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手术后的 肠阻塞的情形 也可以促进 大肠子肠癌手术之后的 肠乳动的一个改善 另外 胃癌手术之后 也有人病人会产生 所谓的麻痹性的术后肠阻塞 这些情形也有人会发生 也有研究 特别是在世界 所谓的肠胃道手术期刊 以及癌症期刊 当中都有人论述到说 用竹山梨内关穴 两个穴的搭配 对胃癌手术后的 麻痹性术后的肠感 是有改善的功能 另外 子宫颈癌手术 跟自信切除手术之后 有些病人 因为子宫颈癌的手术 会产生膀胱的 所谓的尿液自由的情形 这时候搭配竹山梨 这个所谓的腹部 我刚刚讲过 竹山梨是控制腹部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主宰的一个穴道 配合我们膀胱常会需 膀胱功能的调整的 一个常用的穴道 关源气海 以及肾术肾经 跟肾脏功 膀胱功能有关系的 肾术 胎胎 三阴胶 做个搭配 基本上可以改善 子宫颈癌 患者 根治性 子宫切除手术后的尿液治疗 另外 癌症病友 其实无论做很多的治疗 包括化疗 药物 等等 甚至放射腺治疗 很多情况下 会有产生一些功能性的便秘 功能性便秘的病人 其实不只是癌症病人会有 但是癌症病人因为 手术的关系 药物的关系 以及整体疾病的关系 常常会有功能性的便秘的进行 所以我们喊出癌症病友 长期都有可能 都在吃软便的药物 如果软便的药物吃了久以后 其实有时候 那个效果不好 而且重点是 是一种所谓的药物的方式 去处理这个功能性病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 保健的方式 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竹山梨又如同刚才所提到 它对所谓的腹部的问题 是一个很主宰的穴道 搭配我们常常用在便秘的穴道 织沟天疏以及上巨蛆 对癌症病友常见的功能性便秘 是有帮忙的 另外 癌症病友也因为做了很多治疗 或者一些身体的一些机能 受到癌症的影响 常常会有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的问题 常常出癌症病友 常常必须要吃一些消化消速 需要吃一些所谓的胃药 来改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 建议病人在一些的研究也提到说 可以搭配腹部最常用的穴道 竹山梨 搭配皮筋的公孙英灵犬 以及心包筋的一些内观穴 这一个组合 对癌症病友常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 也有帮助 另外 癌症的病人在晚期的时候 特别是出现转移的状况 通常生活品质比较不好 因为癌症本身会让病人生活品质不好 转移性癌症病人接受的治疗 通常对病人来讲 负担也 身体的负担也比较大 生活品质体能上都会比较差 所以如果可以搭配 竹山梨 官员 神缺 中宛跟契海 这个所谓的韧脉的一些补气补血 调理器血 再加上腹部的这个所谓的强化的一个穴位 的一个组合 对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质 会有很大的提升 如果可以同时搭配 揪 艾条的揪法 其实对这三 这几个穴道 作与艾条的揪法 会更能够改善 转移性癌症患者的生活品质 另外 很多癌症的病人在做完化疗以后 特别是乳癌 大肠癌的病人 常常说在化疗结束之后 认知功能 记忆的功能 好像变成比较有一些障碍 甚至有人会说 做完化疗以后 脑筋变得不太好 气性变得不太好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基本上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针灸 似乎在有些的文献上 也得到了一些证明 可以用什么样的穴道呢 改善这个化疗的相关的认知障碍呢 竹山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穴道 竹山梨对于脑部神经的修复 有很大的帮忙 搭配太息穴 这个肾阵 还有玄中穴 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再加上神庭四满 这个在空 在这个头部的穴道 同时大家以配合 对于化疗引起的脑部的认知功能的障碍 是有帮忙的 另外 很多化疗 比如说 紫山唇 脖筋类的药物 甚至长春花茄 甚至像我们的一个骨髓流常用的 Botironib 它都会造成周边的神经病变 这种周边神经病变 常常让病人有手麻脚麻 甚至扭扣扭扣 甚至拿笔写字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这时候如果化疗出现 这些所谓的相关的周边神经病变的时候 除了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忙以外 有没有深究的穴位来做一些保养有帮助呢 在非常多的文献都提到 有一些穴位可以帮忙 我们建议的把这些穴研究做个整理 比较有用的穴道在这个 分别是首部的河骨 驱齿 内观 大灵 劳宫 搭配了脚部的竹山林 阳林拳 太冲 三阴交 太西 咏拳跟蓝骨 这些穴道做个组合 其实对化疗引起的周边神经病变 是有改善的 另外化学治疗之后呢 其实常常会因为你的所谓的瘦素 身体里面的瘦素 减少 破胆囊瘦素 所有的减少 让你的血清素的分泌增加 无形之中会让病人有产生食欲不佳 厌食的情形 这时候呢 可以用竹山林 搭配的内观 再加上胃的一个很重要的穴 胃上面的一个穴 很重要的穴叫中腕穴 的搭配 可以增加瘦素跟胆囊瘦素的分泌 减少血清素 分泌到血清 无形之中可以改善化疗的病人 引起的厌食症 另外 癌症治疗期间 特别在化疗放疗 常常会引起恶心呕吐 其实在许多的文献都提到说 在过去 癌症治疗的指数要并不是太好用 太有效果的时候 通常就会建议用 配合所谓的穴位的按压 穴位的针灸 来减少化疗引起 癌症治疗引起的恶心呕吐 通常建议的恶心呕吐的处理穴道就是 内观 肢沟 竹山梨 有时候会搭配中腕穴来帮忙 另外 非小细胞肺癌的病人 常常需要做博类的化疗 做完博类化疗 常常会引起一些皮癌症相关的癌疲憊 这时候竹山梨 内观 葛书 在一些研究上面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反应 另外 除了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很多病人会有癌因性的匹配症 常常觉得这个皮类 怎么睡 怎么休息 都没有办法恢复 而且好像觉得越睡越累 而且这种累的情形 跟身体运动的状态不成比例 这时候可以用竹山梨 河谷 神缺 中腕 气海 等等的穴道做搭配 如果配合爱调的揪法 其实效果会更好 另外 肺癌的病人接受手术之后 其实或者做了治疗之后 他日常生活质量跟他肺功能都会有所影响 这时候可不可以用一些针灸来帮忙 肺功能的恢复生活品质的提升呢 没有错 竹山梨 烈缺 齿泽 丰隆 泰西这几个穴的搭配 在一些研究确实证实这个是有帮忙的 另外脑流的病人因为脑部的肿瘤或脑部的肿瘤治疗 引起了一些偏瘫的情形 手脚无力 手脚偏瘫的状态 其实在针灸常常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帮忙病人 特别搭配复健的状况会有很好的一些效果 所以我们建议这样的病患可以考虑做 可以考虑平常多多使用竹山梨河谷内观的穴位的保养 我们透过刚才康医师跟我的对谈当中 我们知道竹山梨在中医的穴位怎么取 以及中医的一些理论上它可以 理论上的架构上它可以做什么样的治疗 而且透过的一些想解 也知道竹山梨对我们癌症治疗的病人 在实质上有哪一些可以帮助的情况是什么 在我们四重穴也就这样 就如同康医师所说的 四重穴有这样的口诀 肚腹三里瘤 肚腹这两个字起来就表示说 三里穴其实对于腹部的一些疾病 肚子的一些疾病有很好的帮忙 所以在癌症病人只要有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用竹山梨治疗 包括所谓的化疗人引起的呕吐 在上一期我们也有提到 河谷内观竹山梨 是一个化疗期间呕吐很重要的药却 竹山梨还可以治疗一些癌症治疗相关副作用 包括食欲不佳厌食等等 这个部分在康医师跟我的介绍当中 都有一些琢磨 中医的脾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它其实是一个包含消化系统 免疫系统的一个种程 所以顾好竹山梨 基本上我们要能够顾好中医的后天之本 就有办法顾得更好 脾胃也有可能养得更好 所以竹山梨的部分 如果能够好好的保健 对我们还有的消化系统 吸收系统 营养系统绝对有帮忙 但是我们中医认为后天为先天之本 原则上我们把脾胃固好以后 我们的一些骨髓造血的功能 免疫系统的功能 都可以透过竹山梨屑的保健 来做所谓的强化 所以竹山梨屑对我们的医療来讲 无论是在肠胃道 骨髓 免疫的部分 绝对是一个最佳的 帮助你的保健的药学 另外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所谓的一些 骨髓造血以及免疫系统的调整 所以对癌性的匹配症来讲 也有一定程度的帮忙 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了 康医师跟我的介绍 让各位癌友能够认识 更多竹山梨的保健功能 很期待各位能够继续参与 我们明天同一个讲座的 另一个穴位的一个探讨 谢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各位 您的支持与鼓励 是我们持续进步的动力